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曉昕 先前才因微停事件 爭議不斷 批評登上新聞版面 想到日前呢 又被網友直擊到 他的競選宣傳車有違規情勢 我們透過最新曝光的畫面 能看到呢 當下呢 在4號下午2點多 他的競選宣傳車 是開在台北市的基隆日頓上 但是呢 突然要左轉 是有違規 是直接在雙白線變換車道 而這張畫面呢 也引發呢 其實後方的駕駛相當不滿 也把這段行車記錄器鋪上網 因此也引發呢 網友的頻頻惹異 但是呢 不止這段違規影片 還有網友呢 也發現 他在信義區呢 在路邊要來等這個車輛來載他 但是呢 沒想到呢 有人的車呢 是直接停在這個公車專用道 以及紅線上將他載走 而這段畫面呢 同樣也引發爭議 但是對於這些違規呢 我們的電話求證徐曉昕 以及求這個訊息 來叫他做求證 但是呢 他都是關機 沒有取得回應的 所以目前還沒有徐曉昕的說法 就是掌握 Race 你知道應該嗎 那… 然後 Caribbean 我